这些风雪的事 您别怀疑我的智商 我很正常 的确虽然天凉了 但是还没到下雪的时候呢 但是这里呢 咱们指的不是自然界的雪 我要说的是一位朋友 身上的雪 最后有点湿的 一挠一道理 特别道的冬天 天越冷越湿 一到冬天皮肤掉血很严重 脱下衣服就会掉一层白皮 越抓越痒 难受不说 三线还让人尴尬说 天越冷越烈 因为肤体就飞起来很多白血 有时候呢 还有一点干油跟羊 您瞅说这位朋友 是不是这个季节 趁库里就开始飘雪了 不开玩笑了哈 其实呢 它是腿上开始掉皮屑了 而且呢 不光掉屑 还刺闹得紧 那受完了雪 咱们得说说风了 其实呢 说的也不是自然界的风 而是另外一位朋友的刺闹 就不一定是哪刺闹 反正到哪都得闹 就天亮以后开始的 就整个羊 伸上羊 伸上羊 还越发越 刺闹乱窜 那感觉就像以前的毛辣子爬一样 这位朋友啊 刺闹得没个准地儿 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 就跟友镇这个贼方似的 刮哪儿哪儿刺闹 闹了威胁哈 这个积极的风和雪 指的都是刺闹 一种呢是掉屑 一种呢是没定处 就像刚才那几位隔着屏幕 都能感觉到难受 这也是太烦人了呀 那这两种刺闹都该咋办呢 健康益身轻 越看越年轻 好中医好中药 又选白草益寿 这里是由白草益寿中药房 独家冠名播出的健康益身轻 我们今天到场的嘉宾 是中医专家 古松老师 欢迎古老师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夏雪 欢迎大家呢 关注我们健康益身轻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 我是你的大摇音了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健康益身轻的抖音号 随时和我们联系哦 天一凉 身上就开始刺 在身边有个同事就是 在身上大领子 我说咋整的呀 刺闹自个儿挠不得 说白话叫做这个刺闹 这个雪面是不是应该叫 骚痒了 这个季节呀 空气干燥 容易出现这些骚痒的情况 刚刚呢 我们看到这两种骚痒的情况啊 可是挺有意思的 第一种呢 是下雪式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 挠的时候 腿上呢 只掉这个皮屑 那第二种呢 叫做刮风式啊 就是说你身上 哪儿哪儿都痒 就没个好地方 都是天凉以后 就这个季节以后 才开始出现的 对 我们互动群里啊 这两类骚痒的朋友 是真不少 大伙就说哈 就是得三四个月才能好呢 这就是这两种骚痒的特点 这两种骚痒啊 你别看呢 症状表现都不是特别剧烈 但是呢 很难缠 一时半时 还解决不好 但是这个人很难受 我们互动群里的外部朋友呢 还总结了一个特点 就是说这两种骚痒 它都是抹 这个润肤霜 不好使 就是觉得 疗胜于无啊 我就是这样 就一到这个季节 身上就犯这个毛病 之后呢 就是反正就是洗澡过后啊 什么的 肯定马上就涂润肤霜 但感觉也没啥效果 中医讲啊 有猪内必行之以外 外表的一些表现 它一定体现体内的一些环境 也就是说这种骚痒 它一定是里边有问题 把它表现出来 是不是就光摩这个润肤霜啊 有点势单力薄了 光摩润肤霜啊 能解决一时半时的 它不解决根本问题 这就叫只顾其标 不顾其本 那到底该用点啥呀 吴老师您赶紧说呀 急什么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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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急呢 我们互动群里边 这两种养的朋友 都等着呢 扫雪出风 你得先弄明白 到底他为什么刺弄 是不是 对呀 那咱们先解决下雪的吧 我看互动群的呢 好多朋友都是在 吐槽这个问题呢 除了皮屑多之外 还会有其他 什么症状表现呢 互动群里边可热闹了 怕冷 尤其呢是脚爱凉 我怎么还感觉尿多了呢 是不是心理问题呀 这些症状表现 合在一起 就趋向 就是指向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一个字 冷 那要是总觉得冷 那是因为啥 是不是阳虚 不说阳虚怕冷吗 莫非这个下雪的骚痒 是跟这个阳虚有关 阳虚生内寒 阳虚的人里边就是凉 那么一凉之后 可能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当然了每个人呢 凉完之后的每个人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这个人就表现什么呢 皮肤骚痒 为什么阳虚会皮肤骚痒呢 阳气虚了以后 基表的阳气不足 这叫胃阳虚 胃呀 保胃的胃呀 这胃阳不足的话 人容易骚痒 阳气亏虚 不算到基表的胃气也亏虚的话 那么你基表就失痒 营养不足了 那自然就是骚痒 这个骚痒的特点 就是健冷就加重 健热后就减轻 这是明显的 寒血导致的骚痒